欢迎来到全面进场 1月7日礼拜日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话说彭博社的报道 引述美国情报机构指出 中国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内部的腐败现象是极其严重 包括了在导弹当中注满了水来代替燃料 因而导致习近平对于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清洗 习近平针对军队的整肃也越演越烈 最新一轮的行动是包括了 免除前火箭军及装备发展部九名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 以及全国政协撤销了三名国防企业高管的政协委员资格 这些行动都表明了 自从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去年10月被革职以来 军中的反复行动是持续扩大 据报道 在过去那六个月里面 已经有至少15名的军方高层将领和主管被清洗了 在说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国防之九记登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到底彭博社的报道有什么重要的爆料 这一篇报道真的非常重要 香港的媒体有没有报道我就不知道了 但既然彭博社报得出来 又说明是引述美国情报机构指出的 绝对值得拿出来讨论 好了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习近平对军队进行了全面的清洗 之前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 破坏了习近平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的努力 并且使他对于中国的战争能力提出了质疑 知情人士就说 中国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内部的腐败现象 是极其严重 以至于美国官员现时都认为 习近平在未来几年 要考虑采取重大军事的行动可能性 是会小了一些 即是你根本上里面都是百孔千仓的 这个国防部长可以换人的 当然有些人就说国防部长没有实权的 那倒是 在共产党的军队架构里面 最大颗的军委主席才是持权的 问题就是内部是粒粒乱了 如果在短期之内 茂茂然徽军出兵台湾的话 那真的应验了马英九那句 守战即中战 一打就不用打了 结果胜负已分 没打都知道 你怎么斗呢 现在不单止是赤抽 如果共军和国军赤抽 我认为也有得抽 问题就是现代战争不会赤抽 一定是唯偶的 那你哪有够抽呢 是不是 我们看回那篇报道了 美国情报的评估 列举了几个火箭军腐败影响的例子 包括就是大陆那些导弹当中 所装的是水 而不是燃料 哈哈哈哈 厉害呀 这个还比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 那些导弹装水的 那不是火箭军 是水箭军 哈哈哈哈 很厉害呀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西部大片的导弹发射井 那个盖下面 根本上就没有有效的发射导弹的 那就是说 只有盖而已 那这一招某程度上 是可以用作掩眼法的 就是你在全国范围里面 有些是真有些是假 虚虚实实 那你就使得别人不知道 你真正的底蕴是怎样的 可以是作为虚招 这样来误导其他国家的 因为人家一拍下去 那个卫星影像的时候 他不知道你那个发射井下边 有没有料到的嘛 谁知道原来你整个西部发射井 都是没有料到的 哈哈哈哈 那就不是困美国佬了 那你就困习近平了 变成了...是不是? 就是找老衬啊 钱花了这么多 实际上你下面没有料到的 有料到的那些是装水的 又是没有料到的 怪不得大清洗啦 所以这个迷底终于都解开了 第一就是你的导弹注水的 第二你的发射井 就真的只有个井 只有个锅 井下边就没有导弹 是部署了的 啊 那么 从这些事件就可以看到 其实 实施贪腐的人员 就摆明不认为中国在短期之内会开战的 但若然他都知道准备是要打仗的时候呢 他就不敢说在那些导弹当中注水 或者呢 就在那个发射井下面 完全没有部署任何有效发射的导弹的 因为他打起来的时候一定知道的嘛 就是说他认为呢 根本上也不会打啦 贪污那个也是这样认为啦 只不过现在为什么被人断正了呢?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俄罗斯佬在背后督灰嘛 这个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 我都认为 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在去年8月的时候 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美军就发布了一份中国解放军火箭军的研究报告 这份报告就长达255页的 其实我们也有说过这份东西 那是很详细的 连那些趋势员啊什么的 全部呢 包揽了好像通盛那样 巨细无畏 解放军火战军那些基地的位置是怎样啊 大概发射井啊 那些座标啊 那些都有了的 然后战力的评估啊 后勤的支援啊 上至司令部下至趋势班的人员配置啊 全部都登出来 那就是说 当初就是有人将这些资料 一铺过就卖给美国了 我相信这个说法的啊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读灰的说法嘛 就是说大陆方面有人卖给美国嘛 那你说实际上是不是呢 我都相信是 因为你这么详俊的时候呢 如果你说靠美国情报单方面来去搜集 它不能够那么全面的 是吧 我不会质疑美国那个收集情报的能力 它的确是全球最强的了 首位一指的 但是你详细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除了说有内鬼以外呢 都很难来去解释得到 那好了 现在美国就慢慢来去放料 新的一年 1月6日、7日 即是美国时间1月6日 又再发出来了 好像擠牙膏那样 擠了原来你的导弹装水的 原来你的发射井下边也是只有井 只有过去而已 没有料到的 它慢慢是这样擠牙膏 为什么呢? 它不露出来了 因为它去年 即是2022年的时候 已经有份报告登出来了 那大陆就不断捉鬼了 捉到连国防部长也是 拉着落马的 外交部长也拉着落马的 它现在又擠出来 它就等到你捉鬼都捉不停 你就不停来找个内奸出来 究竟是谁放料? 实际找到没有? 是不是只有一个参与? 还是集体的参与? 现在又再擠出来 你又要捉鬼了 那怎么打仗呢? 你都不知道哪个中哪个奸 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 有个人叫普利格津 就反了普京的骨子 带着他那帮华格纳集团的 所谓战士 一个枪头倒转指向莫斯科 后来普利格津就死于愚蠢了 这个普利格津 是吧? 普京是走运的 如果普利格津真的是 义真的时候 他随时就没命了 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的 资讯显示 就是 莫斯科里面的高层 纷纷坐飞机 就紧急逃亡去圣彼得堡的 有机会是出事了 是不是? 后来普利格津就愚蠢了 误信了 是可以和解 结果命都没了 你一起义的时候 你不能够起一半 你起义起一半 你就只能够被剿灭 好了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情况 大陆方面看到俄罗斯这样的情形 他肯定引以为戒了 故此 为什么大陆会那么强调 忠诚这个因素 说到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的了 就是因为他害怕一件事 他给了枪给了炮你了 打起仗上来的时候 万一你临阵倒戈 那就糟糕了 你打不打得赢一回事 你不要倒转枪头 就指向中央 这个就是大陆 持权的人会担心的事干 而在俄罗斯方面 是应验了出来的 故此为你现在下边的那班人 有些人贪腐 有些人卖料给美国 肯定遭到大清洗 这个难以避免 我们看回那篇报道 知情人士说 美国方面的评估认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腐败官员 导致人们对于其整体能力的信心下降 特别是在火箭军方面 而且也阻碍了习近平一些首要的军事现代化优先的事項 过去六个月里面 贪污的调查 已经逮捕了十几名高级国防人员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对军队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知情人士又说 与此同时 美国的评估认为 习近平并没有因为扩大军中的清洗而受到削弱 相反 美方的评估认为 习近平罢免的高级官员 包括一些在他手下提拔的人 这些举措都表明了 习近平对共产党的控制依然坚定 而且习近平是认真对待改善纪律 消除腐败 以及最终要让中国的军队 为长期作战做好准备 我就认同 报导引述这个美国的评估 习近平在大陆的地位 一定是没有因为这些军中的清洗而受到削弱 反之这证明了他仍然是 牢牢地掌握着大权 包括他亲自提拔上来的 前外交部长秦刚 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他提拔完以后 是可以几个月之内掃走的 是动摇不到习近平的权威 动摇不到他的权力的 至少在现在这一刻也是 如果动摇到的话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儿质疑了 在大陆没有的 大家看到 比如说在旭秦刚的时候 大陆的网络上的确是放宽了 那些人去说什么呢? 说秦刚在美国有私生子 有个傅晓田 这个分外情 就给你说这些 给不给你说 说军中里缜缜缜 不给你说 这些是吧? 很明显有个引导性 哪些屏蔽哪些不屏蔽 你就已经看到在这儿了 故此我看不到 为什么习近平会因为清洗这些人 而削弱了自身的权力 是没有削弱的 很明显是没有的 反正在这个人事任面上 还可以说是予取予攜 他喜欢放哪个人上去 那就哪个人上去 他就是拉哪个落马给他落马 比如说外交部长 荣宁王毅已经退任了 不做外交部长 当然他做外事办主任 但是现在又找他翻阅 那就没人出声了 比如说这个李尚福 免一职不做国防部长 现在就找一个解放军的海军司令员 董军提拔他做国防部长 那又是没人出声的 事前也没人知道 当然一个星期之前有些传言说 他即将会被升任 但是事前也没人知道 是董军的 总之现在都是他大权在握的 很明显 董军是何许人呢? 他就是海军上将 海军的司令员 在南海里面有丰富的指挥经验 不是作战经验 因为南海没有战争 近这几年都是 那些只不过是大陆 找什么海警船去动人 或者吹水炮 他很有这方面的 指挥经验 那由董军来做国防部长 会不会预示着 南海可能会比较大机会 发生一些事干呢? 就大于台海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很多人认为 2027台海打仗 而我认为 南海爆发战事的机会 绝对大于台海的 看又如何 立此传召 又是 好了 再看回那篇报道 那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 没有就着彭博的查询 发表评论 当被问及到美国情报的时候 国防部发言人 马丁忠教就说 国防部的年度中国报告 是讨论了习近平 加强和加快解放军反腐败调查的努力 但是就没有提供更多讨论细节 这些一定有谈的 好合理 而在过去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对中国的决定 都是感到诧异的 其中包括了 大陆巩固对香港的控制 和南海军事化的迅速行动 这些大陆的决定 都令到美国的决策者是惊讶 因为美国情报机构 无法深入了解习近平的核心圈 习近平投入了几十亿美元 来实现 去到2027年的时候 将大陆军队 转变成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目标 其中的核心 就是对火箭军的提升 而在近期 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 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最新一轮的行动 就是包括了 免除前火箭军 及装备发展部 九名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 在12月29日的时候 遭到罢免的全国人大代表 的九名军方将领当中 有三名上将和四名中将 其中多人都曾经在火箭军任职 包括火箭军的两任原司令员 李玉超上将和周瓦玲上将 火箭军的原参谋长副司令员李全广中将 火箭军原装备部部长呂宏少将 以及曾经担任火箭军副司令 后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张震忠中将 全部遭到罢免 没得再做全国人大代表了 另外有多人都曾经在军队的装备领域任职 包括那些导弹 即是注水还是注燃料 这些就是军队装备部来到去 华士了 好了 包括了有什么人 就是前国防科技大学校长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 张玉林中将 曾经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的姚文敏 沿南海艦队装备部部长 南部战区副司令员 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 谷新春中将 此外还有原空军司令员丁来航上长 美国之音的报道就引述分析指出 曾经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以及火箭军案牵扯出来的军方贪腐案 涉案的深度和波及面 远远就是超出了外界的预期 当然 现在美国方面逐点逐点擠牙膏的爆料 只是这件事都已经令到全世界 都打了个凸 你有什么可能用注水来代替燃料呢? 当然 可能有些人 包括蓝丝 就会质疑 究竟这些报道可不可信? 又或者 美方的情报是否准确? 问题就是 美国的情报在过去来说 往迹都是相当准确的 就是这么多了 现在难道他专专作出来吗? 难道在2022年美方所发布的大陆火箭军的 详细报告又是假的吗? 如果是假的 后来就不会牵扯到这么多人落马 其实那就是导火线 有什么可能发射井的座标 都被人知道了 好了 彭博社的报道就说到 这只不过是中国公开宣布的 对军方将领的罢免 大陆的军方通常就不会公布针对军中的腐败调查 就不像中共体系其他领域的反腐清洗 即是其他的官员 牵扯到哪一处的贪腐行为 一般都会公布的 军队通常就不讲的 这也是大陆的一贯做法 如果一般地方官员去贪污 他就会说你怎么贪腐的 而据大陆财新网的报道所说 另一名火箭军的少将 在去年11月 已经被肖肖地霸却去了 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资格 其实根本上 一路都是大清洗没停过的 彭博社就引述 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 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吴志远指出 最新针对军中的清洗行动 就表明了 习近平铲除军中腐败的行动 仍然未成功 而对于解放军高层将领 和军中高端设备的可靠性 亦有疑问 让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 在未来几年 要考虑发动对台攻势的时候 都会感到忧虑 不用忧虑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到底哪些可以用 哪些不能用 你起码要找一些真正可信的心腹 去查清楚 你先摸自己的底线 现在自己的都被人说是注水的 或者发射井里面是刺的 自从2015年重组军队以来 习近平提拔了多位航天和国防工业领域的高层 试图追赶美国在高端科技上的实力 李尚福在转任总装备部部长以前 曾经长期在航天工程领域任职 而习近平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 上边就把三名军工业的领导人 拉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面 中央政治局只有二十四人 有三个人在军工业里面做高管 这些都是再次体现出 习近平对于军工业的偏外 真的要跟美国一较高下 所以凡是发展导弹 或者是军工业的 他们受到重用 谁不知这些人生虫拐掌 靠不住 而解放军的研究人员 早在2014年的时候指出 军中腐败的问题 是影响解放军战力的首要敌人 早在十年前已经指出了 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不过在去年才是大爆发 揭露了出来 好了,军方机关部 解放军部 在今年元旦社论当中誓言 今年将会展开对腐败的战争 表明了 军中可能会有更多的 腐败调查和清洗 今年都会展开对腐败的战争 元旦社论这样说 即是有排清了 先把内部的内鬼捉出来 所以你说会不会今年打台湾 我认为机会是极微的 大陆上个星期 任命了在南海有丰富经验的海军司令员 董军担任国防部长 美国之音指出 习近平是首次任命海军将领 担任国防部长 现年62岁的董军在南海和台海的经验 将会有助于习近平更好地管控 近年和美国在南海和台海的海上紧张局势 此外 现年59岁的胡忠明 较早前被晋升为海军上将 兼且接任海军司令员 胡忠明在海军服役多年 曾经担任潜艇的艇长 海军参谋长助理 海军副参谋长 北部战区副司令员 兼战区的海军司令员 海军参谋长等职 当然 现在连续晋升了两个在海军领域上的 军方人员 一定会令到外界憧憬 是不是将来会有大事发生 在南海和台海 但是始终 当初去提拔李尚福的时候 外界都一样憧憬 就是说 对于火箭军是极其重视 对于军工业也是极其重视 谁知他都未曾将椅坐暖 一年都不到 已经又落马了 所以 现在仲然 有一个这样的迹象 就是会 对于台海或者南海 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 但是他先坐暖了 会不会再做一做一下 待会又发现有什么问题 又换人 很难说 始终在大陆发生的事 只有外界想象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